又迷路了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消息称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2日 在一场儿童慈善活动中发表演讲 在结束演讲准备下台时 拜登对王纳尔走下台略显困惑 随后一名小女孩带着她离开了讲台 福克斯称 拜登此前常在演讲后纠结离开讲台的方向问题 据福克斯报道介绍 拜登12日在弗吉尼亚州阿林顿 与美国海军陆战队预备役一起举行 给孩子们的玩具活动上发表演讲 讲话结束后 他在下台时问身边的小女孩 我们该走哪条路 现场画面显示 在小女孩指向正确方向后 拜登被小女孩领下了讲台 报道中 拜登今年11月度过了他的80岁生日 此前他在演讲后常常难以把握方向 10月时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应对飓风EN的一次活动中 拜登演讲后似乎走错了方向 随后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才离开 而在今年4月 拜登在北卡罗莱纳州就经济问题 发表演讲后 似乎直接与空气握手 今日美国报此前曾表示 拜登时常因为在公开讲话中的出现失态 被共和党人质疑其状态 据外媒此前报道 拜登当地时间11月9日时还表示 他有意再次参加2024年大选 寻求连任 但将在明年初做出最终决定 不过法新社称 最近多项民意调查显示 大多数美国人不希望拜登再次参选 拜登是历史上最年长的美国总统 如果他再次当选 在第二个任期结束时 他将满86岁